男人的肩膀上插着一根铁管 还多出两只手 而腿更是有四条 吓得他不停的哇哇大叫 旁边的人则更糟糕 手掌在别人的头上 甚至夫妻两人共用一个脑袋 很快抄自然人员来到这里 发现还有一个活口 男人说 昨天外面的狗一直在叫 今天大楼有些小震动 他们并没当一回事 可就在刚刚 突然发生了一场地震 醒来后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还说想给妻子打个电话 可调查后得知 他根本没结过婚 这是怎么回事 博士察觉到不对劲 问今年是哪年 2024年 911时袭击了哪座大楼 五角大楼和白宫 说到这里 人们都露出诧异的表情 这时小美看到 男人的胸口一直在动 博士扒开衣服一看 里面竟然有颗人头 两个人怎么长到一起了 他刚要张嘴说话 可动了两下 眼睛一瞪 就没了呼吸 上面的人也没了动静 博士认为 这里是平行世界交叉的地方 脚下有两栋大楼 其中一所发生了穿越 而根据能量守恒定理 这个世界多了一栋楼 两天内就会减少一栋 可具体是哪栋楼 他也不知道 而同样的事情 25年前也发生过 博士曾将一辆汽车 送往平行空间 11分钟 回来后就跟交象 融合在一起了 还说 当两个空间的物质摩擦时 会释放出一种微光 这种光露眼看不见 仪器也测量不出来 不过小美可以看见 因为她小时候就是实验对象 那时的她看见过 现在肯定还可以 随后他们来到尘封30年的实验室 里面落满了灰尘 可看到曾经另一个世界的老物件 她什么都想不起来 无奈之下 博士在她头上插入监控装置 然后在静脉中注入神秘液体 等药物产生作用时 她睁开双眼 看到的却是另一个世界 这里树木非常高大 她走着走着 突然在大树下发现个小女孩 可她见到小美后 转身就跑 原来森林里刮着狂风 伴随着阵阵野兽的嘶吼声 她非常害怕 小美安慰好女孩情绪后 问她叫什么 小美瞬间不淡定了 因为那是她的名字 刚一扭头 手中的女孩就不见了 她一声大叫 就醒了过来 探员们经过调查 微小震动的大楼有很多 根本确定不了是哪洞 小美来到最高的楼顶 透过玻璃朝外望去 发现一栋大楼在不停地闪烁 可具体位置还确定不了 于是急忙开车赶了过去 边开车边跟组织汇报 这时很多大楼发生了剧烈震动 当赶到事发地点时 大楼上的人员被疏散得差不多了 等全部疏散完成后 他们刚跑出来 地面不停地颤抖 幸好小美抓住了马路牙子 可惜力太大 很快就坚持不住了 危机时刻 路障设施救了她一命 回头望去 大楼不停地闪烁 半个小时后 白光一闪 就恢复了平静 过来一看 大楼竟然不翼而飞 原地则留下一个深坑 某某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一颗6.66斤的大铁球 在公路上行驶 可诡异的是 它还会自动拐弯 仔细一看 原来有只蝴蝶推着它前进 旁边的路人 都是一脸的蒙圈 难道铁球成精了 突然它改变方向 冲进一个小酒馆 从窗户里飞了进去 佛伯勒前来调查 发现铁球 是从山上滚下来的 而且里面 还有三吨重的沙子 拴着铁球的链子也断了 谁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呢 是不是老板得罪了什么人 经过了解 她昨天晚上和牧师吵了一架 于是他们来到教堂 可牧师根本不承认 一只蝴蝶从窗户里飞了进来 扑闪着翅膀落到床上 这时小美洗完澡走出浴室 把蝴蝶捧到手里 张开手 蝴蝶拍拍翅膀飞走了 然后坐到床上 突然她听到诡异的声音 下一秒 床单上的线自动分开 慢慢把它裹了起来 急忙站起身来 拨了个电话后 摔倒在地上 就变成了粽子 大壮及时赶来 把线剪断 这才剪回一条命 她穿好衣服后 戴上手枪 决定去找牧师算账 突然蝴蝶飞到牧师肩膀上 吓得他们拔出了枪 可下一秒 她拍拍翅膀飞走了 随后男人的项链被拽了起来 拉着她前进 不一会儿就来到卡车旁 项链粘到引擎盖上 正在这时 旁边的汽车启动 快速向后倒退 佛波勒爬到引擎盖上 想拽断项链 眼看汽车越来越近 小美掏出枪 使劲砸项链 终于在最后一刻逃了出去 看来牧师也不是凶手 嫌疑最大的就是二翠了 她在酒馆工作 还是牧师的女儿 跟老板打听后 她想开除二翠 因为她偷了酒馆的钱 二翠的银行卡里 整整多了六千万 于是他们找到二翠 原来她是为银行工作 老板不偿还贷款 所以她才去偷的 这时两人注意到 黑板上的蝴蝶标本 这些都是小帅做的 他们急忙来到小帅家 发现屋里到处都是蝴蝶标本 桌子上还有个地球仪 这不就是大铁球的缩小板吗 大壮俯下身来 看到上面有两块磁铁 跟牧师项链上的一模一样 与此同时 小帅来到学校更衣室里 戴上耳机听起了音乐 通过老师得知 小帅就在楼上 他们急忙上去寻找 可怎么找都找不到 突然一只蝴蝶飞到小美肩膀上 吓得她一动不敢动 当蝴蝶飞走后 变压器冒出无数火花 一团电线掉到地上 还不停地往前爬 门缝里渗出大量的水 情况越来越糟 电线和水都追了过来 他们想到教室里 可怎么都打不开门 关键时刻 他们搬来长椅 然后站了上去 随后拿起灭火器 打破玻璃 小美拉响警报 铃声吵醒了正在睡觉的小帅 这时电线冒出几个火花后 就没了动静 小帅的嫌疑越来越大 原来他只要睡一觉 梦境就会变成现实 所以他不敢睡觉 可姐姐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让他赶紧休息会儿 而大壮正驱车向这里赶 突然一只蝴蝶飞到方向盘上 大壮想赶走他们 可根本无济于事 肯定是小帅在做梦 可怎么才能叫醒他呢 紧接着油门被按了下去 汽车不断加速 方向盘也不听使唤了 与此同时 小帅在做噩梦 他拼命挣扎 二翠不停地安慰着他 突然小美喊了声小帅的名字 让他放松些 不要害怕 他能面对一切困难 原来小帅的父母死于车祸 下一秒 他就出现在车里 而小美变成了妈妈 大壮变成了爸爸 大壮想听音乐 小帅在后面提醒他专心开车 大壮非常听话 突然前面有个急转弯 他猛打方向盘 可还是撞到围栏上 不过汽车总算停了下来 他们脱离了危险 而小帅正躺在姐姐怀里 美美的睡了一觉 男人正在偷东西 身后的机器突然启动 露露转了几圈 鱼网就动了起来 慢慢来到男人头顶 突然一条金鱼掉到地上 男人站起身来 抬头一看 开关启动 鱼网打开 里面的鱼瞬间掉了下来 把男人冲倒在地埋到里面 鱼网还兴奋地晃了几下 只因他上船时说了句 我恨这个船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霍伯勒打着太阳伞 穿着防晒衣来调查情况 他又说了句 下一秒 鱼船不停地晃动 想要挣脱束缚 随后支架动了起来 快速下落 正好砸中男人 可船上明明没有人 难道是鱼船成精了 要不要给船判个无期 他们找到维修船的小帅 从他那里得知 原来这是艘沉船 里面108个船员全部遇难 难道这是条幽灵船 可回去途中 又遇到一起诡异的事故 汽车挡风玻璃被吊车撒碎 幸好里面的人没事 可吊车司机根本没上班 是吊车自己动的手 经过调查 车主是安全理事会的 想换掉这些老机器 同时想换个新的维修员 佛伯勒找到包工头 可了解情况时 他说了句 下一秒 身后的叉车就动了起来 这辆叉车要杀人了 上面没有女司机 却自己动了起来 竟直朝男人冲去 举起两只大钳子 一步步向前逼近 吓得男人连连后退 突然身后的电扇转了起来 男人倒在地上没了呼吸 现在机器不但会动 还会合作杀人 到底是谁在控制机器呢 这时他们又接到报警电话 原来关掉的冰球机 突然开始制作冰块 更诡异的还在楼上 在没人的情况下 钢琴正弹奏着二拳音乐 小美刚坐到凳子上 钢琴就停止了演奏 她把手放在上面 弹了手笑傲江湖曲 可她误音不全 六根不净 根本没学习过音乐 这也太神奇了 老板娘说 这两样东西 小帅才修过不久 怎么又坏了 好像所有有问题的机器 都被小帅修理过 于是他们来到小帅家 可刚进来 身后的门就关上了 电钻不停地旋转 切割机转个不停 角落机也慢慢启动 快速向两人驶来 吓得他们连连后退 转身就跑 气枪不停地射出钢钉 他们赶紧躲到小推车后面 子弹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铁桶都被扎了三个大窟窿 甚至还能穿透煤气罐 同时旁边的电焊 喷出3000度的高温 这可把两人吓坏了 煤气罐随时有可能爆炸 大壮拿起一块木板挡在身前 领着密集的子弹向前跑去 他们刚逃出来 煤气罐就发生了爆炸 可下一秒 前面的灯就亮了起来 并惊一看 原来是车主人回来了 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小帅也遇到了危险 男人刚放下烤箱 微波炉门打开 把钥匙弹到水槽里 他伸手想去抓钥匙 差点手就没了 手再次靠近时 还是一样的效果 这也太诡异了 他想逃出去 按摩椅自己动了起来 电视也开了 小汽车拦住他的去路 撞到门上 不让他出去 逼着小帅向后退 大壮他们刚来到这 小帅就从里面跑了出来 看到小帅也是受害者 大壮问道 你修过的东西也会攻击你吗 难道他们想造反吗 与此同时 二翠想打扫垃圾 身后的拖拉机 悄无声息地开了过来 可他戴着耳机 根本听不到声音 拖拉机慢慢向他靠近 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最后拖拉机笔直地撞到身上 他拼命求救 幸好小帅及时赶来 他用力去推拖拉机 却取得相反的效果 他们都不敢轻举妄动 小帅说 我必须救你出去 拖拉机又动了一下 小美急忙掏出枪 框框就是两下 然后让小帅赶紧修好机器 这样才能救出二翠 小帅轻轻抚摸着拖拉机 打开控制面板 接好电线 拖拉机终于恢复正常 挂上倒挡 二翠终于逃了出来 原来这些机器都在争宠 之前杀死的人都想让小帅离开这里 而小帅也想去别的城市发展 机器都不想离开 二翠也被劝了出去 看来小帅下辈子 只能跟机器过日子了